台中区農業改良中在10月30號31號兩天 說特別基盤青龍團成恆恆向農的協力活動 將統計新鮮素材追割 以及農業產品的加工產品電視出來 當然最重要的是電視最新的農業映化成果 和農業經營達人分享經驗和心得 出現青年農民交流 替農業帶來新希望 臨優信農業新秀原本在南部地名基海工店公司做事 放棄百萬年新 為了媽媽和太太決定專土 為問外漢變成全業的農民 找到輸業的第二春 我們的小黃瓜從它的幼苗 一直到我們採收 絕對沒有用到半點有毒的產品 的那個防治資材去防治 所以說我們的小黃瓜 我們的小黃瓜 隨時都可以採隨時都可以吃 就是考慮到青年大立農業有很多困難 需要協助 台東区農業各農場 就由團成 嫁母帶嫁子的精神 替農業帶來新希望 青年農民這個區塊 因為我們農業必須要老中青一起結合嘛 青年農民進來對我們的產業很有幫助 那今年就是用傳承的方式 青年農民傳承的這些過去農業的一些技術 那我們今年在這邊有做很多的展示 除了我們成果展以外還有農業很多很好玩的活動 青年農民他們自己產品來這邊做PK喔 今年有競賽 包括他們產品的設計方面的競賽 另外展示方面的競賽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我們中江頭所有的地區農會 所有的農會也在現場 也在做PK賽喔 比賽 那把他們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因為農產品除了我們行銷其實非常重要 外觀很重要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也開了訓練班 我們曾經邀請老師專家來替他們說 如何來擺設這些產品 就是這種團成的理念 10月30號31號2天 在台中区農業改良場裡面 要來展示 中中島各農會特色農業產品 以及青年農民的農業成果 園林有很多的產品 希望大家能夠過來這邊參觀 以及推廣 還有我們園林在地的蔬果 非常的健康 近兩天民眾來到這裡有吃夠糖勝 農會特色競賽 青年農民的歌手比賽 DIY瓦東 接受美食料理 歡迎鄉親有能來這裡吃得 分享農民的辛苦付出 大中華新聞林君英 台川 蔡宏博德 答案 寶貴 將